首饰在这个年代是很火爆的 不管是明星群众各种各样的人员都会佩戴首饰 在看综艺节目的时候 他们都会在不经意间把自己所佩戴的首饰品暴露 他们所佩戴的东西都是高档品明星的消费水准 我们也都知道因为从他们所佩戴的首饰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都知道明星拍一场电影会有不一般的酬劳费 可能人家一场电影所得到的报酬 使我们永远都不敢想的 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综艺节目的负责人也是注意之 生怕一步小心就漏出来 然后让别人以为是在故意告诉我们自己的首饰是多么的贵重 我的消费当次是多么的高 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 就会在明星的首饰上做一些遮盖 不让观众朋友们看到 但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就在前些日子 一个节目上就捕捉到蒋行情所带的一条项链 看到之后很多人就说 好惠的首饰 想都不敢想了 陈建兵刚起床 一点都没有三个时间 直接去养育 这生活过得可真的是很养胜 有人就说了 这真是过假期的 想去哪就去哪 想干啥就干啥 生活真是美滋滋 享受着生活带来的乐趣 大家可能不知道 想行情现在是怀孕期间 所以肚子已经显出来了 就算这样 女人的天性也是不可抹去的 女人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起床之后 先把自己打扮得美美 搭载说别的事情了 通过这件事 是不是也可观的告诉我们大家 女人显年轻 男人早显老 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人家女人爱打扮吗 走到哪里都是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的 形象永远放到第一位 想情情开始打扮了 这不我一眼 就注意到了她佩戴的首饰 这条项链看你起来 就价值不菲的样子 然后再注意她那项链的同时 我们还注意到 她手上戴的首链也是很精致 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 那就是美 看到的观众真的是很羡慕 这种首饰什么时候我们也能上了 我们注意到由于是怀孕的原因 自己不太方便戴首饰 所以让老公帮一下自己 这家伙 本来就很是羡慕你的首饰了 你现在竟然还让你老公帮你戴 这不是为了我们在座的一碗狗粮吗 看起来好那样子 这碗狗粮我们先干为敬 有人能够看出他所佩戴首饰的品牌 那就是全国知名品牌的Cliff Appels 翻译过来就是饭客哑宝 对于不知道的人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他戴的这个首链 在国内是卖一万多元 在我们眼里可能是一个大数目 要买也是要狠心咬牙 但是在人家眼里就是花一点零花钱的事情 真是不能比啊 人比人气死人 再看他的项链 同样的牌子 Polidium and Sia 锥系列 这种系列里面都是钻石和白金 除了这两种没有别的 听了这两种物质 大家也应该知道它的价格不一般了 不然怎么会这么耀眼呢 国内卖五万多元 真是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普通城市人员的薪水也就是七八千元 大城市比如上海 北京相对高一点 但是也就一万多 跟这个项链比起来 在那边